A.M.O.T. News 今天跟大家分析一下香港医生短缺的问题 很多医生的组织出来抗议 也有一些持份者或者行里面的权威人士 都出来说了他们的看法 不过大家如果有记忆的话都会记得 很多的病人团体或者坊间的一些组织 都很希望引入多些的外地医生来香港 但是在今次这些医生团体的一些声明或者说法里面 我就看不到有多少在这方面的着脈 明显地医生团体和病人组织 大家的意见都相当之分歧 那究竟为什么这么少外地医生来香港呢 我们先看看数字 香港的外地医生占整体医生人数 约为百分之零点二 而美国和新加坡约为百分之二十五至二十七 英国就最多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外地医生在当地执业 那究竟香港为什么会造成现在今天的局面呢 其实其中一个我想都比较主要的理由就是 香港的医生的外地医生执业史呢 他考试的覆盖范围呢 其实呢就是等同于一个香港的医科毕业生 甚至乎是他们拿到的专业资格 所要学的东西的 那即是说呢 其实呢一个外来的医生呢 他要来香港考这个试呢 而这个试的包含范围呢 就是一个香港的医生 他们呢十几年里面呢所学的东西了 那你说一事定生死 要温回十几年前的书 你说有没有难度呢 那另外一方面来说呢 其实呢外地引入呢 一些其他地方的医生的做法呢 其实跟香港都有很大的分别的 譬如新加坡就对于香港的医生是中门大开 只要你是港大中大毕业的呢 都无任欢迎的 那而美国呢就采取了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说呢 对于一些呢 他们国家认为呢 一些可信的大学 或者一些比较上是 学术水平高呢 或者那个 医学教育的质数高的大学呢 他们都会提供一些呢 是不需要实习 只是去考试的一些做法呢 就可以让外来医生呢 去到美国当地呢是执业的了 那相对上呢 我觉得呢 香港呢就比较上呢是严很多的 那而且呢 香港呢 其实呢 也都有一个呢 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我觉得呢 都值得跟大家提一提的 就是说呢 香港呢 其实呢 就是呢 以英语呢 作为呢 整个医疗体系的沟通语言的 那如果呢 以这个作为标准的话呢 其实呢 就会对于呢 很多呢 用英语 作为这个 教学语言的地方 或者大学呢 他们的学生来到香港执业呢 就会教有优势了 那这个所谓的教有优势 又是指对比哪里呢 那当然就是说内地呢 因为内地呢 其实呢 对我了解呢 其实呢 都没有多少大学呢 是用英语呢 作为他们的 教学的语言的 那所以如果你说呢 香港是给一些外国的一些个别的大学呢 他们呢 是来香港的一些所谓的执业史 是免试 或者是一些较简单的考试 这种的程序 就给这些学生来执业的话呢 其实呢 我相信呢 没有多少内地的大学呢 能够达到这个指标的 那所以在这种政治不正确的环境下呢 我觉得呢 香港呢 要引入外来医生呢 来执业呢 这个的难度呢 可以说的话呢 其实呢 就相当之高 也都没有什么转环的余地的了 今天跟大家呢 聊到这里